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我们介绍了泉州近史第一人欧阳瞻 也介绍了莆田第一位近史林嫂 那么福州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位近史又是谁呢 他是许将 自充元福州闽清县人 公元1037年出生 许将才华卓著著 年仅26岁便摘得鬼卯科状元 担任此科主考官的是一代文宗欧阳修 欧阳文中公读了许将的父后赞叹道 君慈器似一公 未可亮也 意思是说 许将的才华很像北宋真宗朝的状元 名臣王增 前途不可限量 正如欧阳修所料 许将入朝后很快便脱颖而出 许将曾以龙图阁代制的身份之运州 运州恰巧也是多年前王增任职过的地方 这一年的元宵节运州城内张灯劫彩 为了防范偷盗行为 官吏把有过前科的人全部抓捕入狱 许将知道后说 这样做就断绝了他们改过自新的路了 于是把他们全部释放 从此百姓嫌有人犯法 甚至很多监狱空无一人 许将在朝廷先后担任很多要职 比如相当于现在国防部副部长的兵部侍郎 六部尚书之首掌管着官员人士任免权的吏部尚书 以及相当于副宰相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 许将为人正指 张敦任宰相时和蔡便一同大肆罗之罪名 贬折原有大臣 张敦甚至还上奏皇帝要绝司马光的坟墓 折宗征求许将的意见 许将回答说 发人之目非圣德事 当时还有人列举汉唐诸禄大臣的事情 希望效仿此法打击原有大臣 折宗又问许将 许将回答说 汉唐两代是有这样的事 但我朝从祖宗以来未尝有过此事 本朝治国超过汉唐 正是因为不曾动辄杀戮大臣 折宗最终一一接纳了他的意见 许将也因此保护了许多北宋名臣 免遭落井下石之难 许将还知人善任 京元接近西夏而地势宽广 面对西夏的经常侵扰 朝廷任用何人担任此地将帅 来对抗西夏尤为重要 这个选择也非常困难 许将大胆推荐了文臣张杰 张杰果然立了其功 打击了西夏的嚣张起演 使北宋掌握了与西夏军事和外交关系的主动权 两宋抗金名臣民族英雄李刚 人生的最后两年是在福州度过的 他曾这样评价福州籍朝臣许将 许公当仁庙家幼中庭队为天下第一 历世五朝于四十载 其勋页行义经术文章皆兼备之 为当世之所瞻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声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